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你们好 今天是星期日 现在就1点多了 今天就约了个朋友 去了联堂口旺 后面这一间 南京国际商场二楼的五一楼饮茶 我现在又在一段头见 先请不要客气 去五一楼就可以在联堂口旺商二城 出去就转左手边 走三四分钟就到南京国际商场 现在就送近些给大家看一下 去到南京国际商场 接着我们就找东门 入到商场的入边 就在把火的扶手段低上去 上去 今次就靠右转 走前去大概半分钟 就到了五一楼的了 好所以今天来都不用等位 去到就立刻有位了 现在又要坐下 坐下今次就开个胡销尾炭 今次就看一下五一楼的点心纸 这张点心纸也挺大张的 现在就看到有精品美食 旁边就是这些包点类 这些包点的造型都挺可爱 都挺Q的 这张左手边有一些特色小食 最右手边有一些腸粉类 中间有一些炸物 这张左手边有一些小菜类 最右手边有一些粥品类 今次就转过后面看一下 后面有一些烧鵝 乳鸡 鱼鸡 旁邊的藥扇湯 這一瓶是五一蜂味 這一瓶是景深的價錢和茶錢 坐一會很快就有東西吃了 一來就來了四樣東西 先試一次酥皮叉燒山楂包 價錢是$28 一籠有三大個 上桌時就微微的熱 這個酥皮叉燒山楂包 看上去就好像焗得不錯 而且感覺上好像很鬆軟 今次就把一個包打開 看到裡面叉燒粒不算太多 醬汁也不是太多 也不算太稠 趁它耳底 今次就把一個包打開 這個酥皮叉燒山楂包面 就好像菠蘿包的包皮 都幾鬆脆和香口 一夾上手包皮就掉進來了 今次吃一吃包皮就非常鬆軟 質感也不錯 裡面的叉燒粒也算是夠軟 叉燒味就不算太出 因為山楂味就蓋過了 這個醬料山楂味就甜甜酸酸 都幾開胃的 做得上這個酥皮叉燒山楂包 又鬆軟 又開胃都幾好吃 不錯 這一碗就是夾底座 價錢就是$30 份量都算正常的 上了時都還是很熱 碗粥就有少少蔥花 裡面的料就好像幾多 這次就不少少就開始慢慢吃了 先先就夾一塊豬粉腸吃一下 這個粉腸都做得幾乾淨的 就沒有什麼怪味 口筋上就都幾爽淡 以及都幾煙韌的 這個粉腸都OK 夠新鮮 這次就夾一塊豬肉片吃一下 這個豬肉片都算是嫩的 口筋味道都算正常 這一塊就是豬潤 豬潤都幾大片的 以及都幾新鮮 吃口還有少少粉嫩的口感 這個豬肉都幾好吃的 又新鮮 這個豬肉圓就小小的 但都算是爽淡的 豬肉味都幾粗 這一塊就應該是豬心來的 我覺得都不錯 都幾硬硬 以及都幾新鮮的 這碗夾底座的竹底 都算是熬得夠綿的 就不會吃到尾都會化水的 這碗夾底座都幾好吃的 不錯 又多料 那些料又新鮮 接著就是吃五一流蝦餃王 這龍蝦餃有五粒 尺寸就中規中矩 上桌的時候還是幾熱 蝦餃想不到上面就有些蟹籽 還有中間有塊西蘭花 這顆蝦餃看起來好像包得一般 就不算太帥 蝦餃子 這次就夾蝦餃 先先拆開蝦餃皮 蝦餃皮 蝦餃皮口就不算太硬 普普通通 蝦餃皮本身都有熱製的味道 味道比較濃 這次就試一試蝦肉 蝦肉的蝦就比較碎 口感上就不太爽彈 熱製味道也稍微濃 然後裡面綠色的應該是菜苗 菜苗就煮得太溶 沒有什麼口感 先去上些蝦餃王就普普通通 太過濃味了 接著就吃雪花牛肉腸 價錢就是33元 一碟就有四大條 旁邊就搭了兩條油菜 上桌的時候還是異熱的 漬完就已經幫我們淋了豉油了 趁個耳底 今次就夾個腸粉 打開它 看看裡面的料多不多 見到裡面的牛肉就不算太多 芫荽就反而多些 今次就先試一試牛肉 牛肉也算是嫩滑的 熱製的味道也不錯 這碟布拉腸粉 腸粉皮不算太厚 也算是嫩滑的 做得上牛肉腸也算不錯 最後這一碟就是韭菜煎餃子 價錢就是20元 一碟就有四塊 份量都算不錯 上桌的時候還是異熱的 這碟煎餃的火好像煎得久了 感覺上就焦了一點 這碟煎餃看來就不好油 油的功夫也做得不錯 今次就夾個煎餃 吃一下它 先看看 這個煎餃的餃皮煎過的部分 就脆脆的 餃皮也挺薄 也算是挺硬的 裡面的材料除了韭菜 也有少少沙割 也有少少紅蘿蔔碎 韭菜味就不算太出 而且這個本身的熱製味道 也比較淡厚 就剛剛看味道 整體上這個韭菜煎餃子 都算是OK的 又是賣單計數的時間 這一餐我們兩個人就叫了五樣東西 茶子就是每位6元 酒樓就要收加1 總數就是175元 除氣上來就每人87個半 正價茶來說就不算太便 這餐來說都算幾滿意 蝦餃就一般 賣單的時候 之前就送了兩張 給我們每一張是10元 用100元以上可以用一張 但其他五點後才可以用 這間酒樓全天都有茶喝 所以下午五點後可以喝茶 用這張Q帆 這間酒樓也算是大間 裡面的桌數也挺多 除了有圓桌 這間酒樓也有半圓的沙發座位 沙發座位也不錯 也有四人卡座 座位和座位之間也不算太壁 樓底也不太矮 感覺上也不會太局促 裝修設計上也挺特別 喝完茶就在商場二樓打個圈 這間商場其實不算很大間 二樓有幾間美容按摩竹肉 在對面有一間很大間做尖的店舖 也有一間賣豬寶肉器 經過一間賣物的店舖 裡面的物都挺便宜的 我朋友就買了幾對 走入少少也還有大概三間左右的食肆 食肆度這一層就不算太多 價錢就算挺經濟 這個四人餐就有鮮菜魚和幾個小菜 價錢都是2,900 旁邊這間餐廳除了有豉油雞 清遠雞 它都有黑筋叉燒和北京烤鴨賣的 這間餐廳的餐牌價錢 小菜就不算太貴 都挺經濟 在地下入到商場 就會見到一間茂春眼鏡 茂春眼鏡在前面 對面就有兩間食甜品糖水 地下這層就多數買零食小食 現場都有北京特庫花 也有很多人買 喜歡吃小食零食 這裏也有很多選擇 都有幾檔 可以慢慢選擇 也有一間橡山酥丸 前面有一間俄羅斯 它寫明是進口貨 這間就不算太大間 裡面的餐品比較少 我最想買的花茶 這裏不能買 最後就買了一排朱古力酒人 這次就繼續買我喜歡吃的手信 先先去Kumokumo 買個開心的蛋糕 這次就去盧溪河桃酥 買兩盒桃酥 地下這層也有三四間食肆 選擇就不算太多 走到跪跪地 這次就鎖下吃一碗糖水 這次就試一試後面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都算幾大間 裡面都大概有十幾張桌子 我就叫了一個雙皮奶 朋友就 雙皮奶加紅豆和蓮子 雙皮奶的質地比較實淨 奶味都幾重 甜度就剛剛好 這碗雙皮奶都幾好吃 又不會覺得太水 這次就黏少少我朋友的紅豆和蓮子吃 蓮子都幾軟 就稍微甜一點 紅豆都幾好 煮得起砂 整體上這兩碗都算OK好吃 賣的 賣的價錢總數是四十元 在蓮塘地鐵鎮 日口附近就有當賣大十蟹 一百元就四隻 每隻就足百兩 現場都有人在賣 最後就多謝大家收看今集 在年堂五一流飲茶這條片 這條片只是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給個like 我們下條片又再見 拜拜 近期兩百萬 不是無訟的? 我們下條片 一起再次 一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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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